今天来到黄美市场给给大哥找一台全新的美版24款ipad 我拿着256的盐 这台呢就是今天在市场给大哥拿的24款的m4芯片的11寸的pro256G的 这款机器哈美版的 大家很多人在买这款机器的时候 他有几个疑问 一点就是说他跟古航有什么区别 然后第二点呢是有没有捕修 我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聊一下 大哥让我帮他这个装几个软件 全新缘分 然后第一点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区别 美版的这个Wi-Fi版本的跟国航的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蜂窝版本的 目前美版的蜂窝哈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24款它是添加一SIM的 它就跟那个苹果手表 美版的苹果手表一样 它是在国内是不自信的 所以呢现在是市场上的美版 它不分这个蜂窝和Wi-Fi 它都是一个价 看下来的机器 一台这个银色的 全新的机活的 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下价格 目前国航 华晓美市场行情在7500和4600 全新缘分呢 美版现在拿货6396 差价大概是1200块钱 第二点呢 很多人担心了一个问题呢 美版在国内到底是有没有保修的 在苹果的使用店直接换出一台全新的铺码国位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的高领 美版在SIM的水果 那这个性价比就来了 1000多块钱 转财机器没有任何的区别 包括什么触电器 都是带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买这个24的Pro 我建议你买美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